技术移民要95分 雅思七炸八炸打底 放弃 偏远地区周担保 分数倒是很诱人 可是 放弃 听说雇主担保不需要打分 也不一定要去偏远地区 我可以 真的那么简单吗 了解一下再说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ABC留学移民频道 我是凯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既不用打分 又不用去乡下的482 既能短缺签证 又称雇主担保签证 482签证一共分为三个类别 短期类别 中长期类别 劳工协议类别 劳工类别比较特殊 也比较小众 所以之后我们会另做一期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讲讲 482的短期类别 与中长期类别 这两个类别最大的不同 就是短期类别 无法在之后 转成澳洲永久居民签证 也就是说 你拿了482签证 两到四年到期了 就要白了个白 没有机会拿绿卡 但是人家中长期类别 就不一样了 拿了482签证之后 工作满三年 就能转186永久居留签证了 那么机智的你就会问了 是什么决定了 你是可以申请短期 还是中长期呢 关键就在于 你的提名职业 是在哪个清单了 如果你的提名职业 在短期职业清单上 比如广告经理 财务经理 人力资源经理 生产经理 牙医 药剂师等 一共215个职业 那么很遗憾 你与绿 服务员了 相对的 如果你的提名职业 是在中长期职业清单上 比如会计师 建筑师 各类工程师 幼教 护士 等一共216个职业 那么恭喜你 你能变绿了 很多小伙伴 就会很气愤的问 还是吧 为什么我的职业 要受到歧视 在这边 我对同学们的气愤 表示理解与支持 如果大家实在气不过 可以拨打131881 进行埋怨和投诉 对 没错 这是移民局的电话 好 你不要再打电话了 除了提名职业的不同 其他条件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要求一 有合格的雇主 愿意提名担保你 要求二 完成相关的职业评估 每个职业评估的要求 都会有所不同 基本上就是学历 加上工作经验的要求 如果没有相关学历 则可以用五年的工作经验 来代替 一定要做评估的 一共有25个职业 其中有我们熟悉的 厨子 厨师长 木工 电工等 其中气修 如果你是中国护照 那么就不需要做职业评估 要求三 在申请签证之前 已经有两年的相关 提名职业的工作经验 因为这个要求 所以卡了一批 刚毕业的留学生 所以留学生要好好利用 毕业之后的485公签 你需要毕业之后 就能马上进入到 全职的工作当中 在工作满两年之后 再来申请雇主担保 要求四 满足英语要求 短期签证是雅思平均5分 单科不低于4.5 中长期是平均5分 单科不低于5 以上就是482雇主担保的 基本要求 就不展开一些细节 比如雇主的具体要求 提名职业的要求 市场测试等 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 可以私讯我们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类签证的优势与劣势 优势一 中长期职业担保 可以转成绿卡 优势二 不用再满足EOI的打分系 去你的95分 优势三 英文要求不高 比起变态的七炸八炸 5分真的是太便宜尽人了 优势四 不用一定要去偏远地区 有些同学默本悉尼住习惯了 你确定不是因为 乡下小哥哥小姐姐 比较少的原因吗 漂亮 他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我们言归正传 优势五 可以带上全家人申请签证 好我们讲完优势 再来讲讲劣势 劣势一 雇主不好找 除非你有认识的 突然真的要让雇主 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担保你 你堂堂几千亿大老板 难道会编一个 这么低能的故事来骗我吗 除非你有像易烊千玺的 过硬业务能力 要么有杨超越一样的 锦理体质 或者有迪利勒巴那样的颜值 车远了 总之雇主不好找 劣势二 工作这几年有不确定性 因为转绿卡需要工作三年 如果途中遇到换雇主 被雇主炒鱿鱼 或者你炒了雇主鱿鱼等等变 那么将会让你前功尽弃 好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优劣事 大家不难看出 这类签证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工作经验 无论是留学生毕业 还是国内已经工作的小伙伴 一定要能够累积到 足够的相关工作经验 只有不断提高自己 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好这期的签证类别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问点什么 或者聊聊人生 都可以加我们的咨询微信 ABC下华线 International 我们下期见